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很不开心 我到了国外很多东西 完全颠覆了我的想象 我很多的认知 完全我的信仰完全在坍塌 我到了芭蕾岛 我们在聚会的时候 一个马来的华人 他就跟我说 你大陆的中国人都是分裂症吗 你是不是精神分裂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们中国人眼中最大的死敌是谁 是美国 但是你们王国全部都要移民到美国去 你们的老大哥 认为最牛的老大哥是谁 但是你们孩子留学 有几个去俄罗斯 你们天天嘴上最骂的是日本 但是你们所有旅游全去日本 他们都挡不住 他就觉得说我们是一个封面症 我们中国是个洋洋大国 但是你能不能稍微有点自信和宽容 大多一些 我走了那么多国家 每当我们春节的时候 China牛夜的时候 你知道太多的国家 包括澳大利亚的独场 上面都写着 都写着China牛夜 我们到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城市都有China唐 唐人间 你告诉我中国哪里 我们自己的为什么就不能这么大多呢 我们连一个起码的圣诞节 新方圣诞节我容不下 我不知道我们的自信心来自于哪里 一个移民了三十多年的一个老移民跟我说 其实世界对中国很友好 而是我们自己不友好 我完全其实在颠覆我的认知 而我三十多年在国内积累的认知 其实在逐渐的坍塌和消失 这种感觉对我来说特别痛苦 因为我的认知被完全颠覆和这种毁灭状态 需要重新建立 我完全不知道原来世界是这样子的